对方就要侧身反拉一个 他比如两板之后他要往前迎 拉出这种高压性 压迫性不够强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讲过的是 板板连续性都是质量是一样的 突然性是一样的 就怕你在移动当中连续拉 有缓冲的这样的一个 风方转换感染对方机会 原来感觉陈梦的正手 移动包括正手的这种调节性 会出现一些失误 他的反手应该说非常的完善 那今天的陈梦的这个正手 发挥的特别好 这局对朱宇玲来讲也特别的关键 对 朱宇玲现在不断的在 把前三板的发强给打出来 对 朱宇玲现在必须要 这个进行一些进攻 如果再不攻的话 他将失去机会 对 0比3落后的话 从这种顶级选手的比赛当中 以往的经验 就是说我接下来 我3比0领先 我的心态就是底下的四局球 我搏一局 我第一局不搏 我搏第二局 第二局我搏第三局 总是我有四局球的这种 机会在里面 正手位突破 然后形成这种正手对正手 那么朱宇玲呢还是在进台 以速度来争取主动 你看今天陈梦 这球打得特别清楚 对 思路清晰 每一板的衔接紧密 正反手的结合 也是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境界 所以这个朱宇玲也在不断地 在每个比分的情况下 不断地调整 不断地琢磨 怎么能应变这样的 改变这样的局面 那首先他从技占的时候 从这个移动上 积极性上 都要有所改变 水平 哇 漂亮 你看陈梦的状态 已经出来了 第一个球正如反拉 他反拉之后呢 第二板球啊 你感觉他不慌不乱 不急不躁 是吧 他还是能够放慢 把球拉到对方反射位 他线路比较清晰现在 衔接比较清晰 他正手不着急了 他好像正手 今天特别有把握 特别有数的那样一种 技术状态 他注意能今天的衔接 出现了那样的问题 我感觉 觉得打出他愣 你看这种球 你看反而陈梦啊 能打出自己的这种 技术上的相持的节奏来 他用放慢一点 放慢半拍的一个节奏 打在了打到了自己可以控制的 这样正反手的相持进攻 但你看到从慢动作上来讲啊 朱宇玲的手上的动作 今天全是在贴球 而不是手指手腕这一下 在甩快跟这一下 给出旋转 给出力量 给出速度出来 就全是在贴 用手背在贴这些球 稳定性 你看他今天的感觉 对手的感觉 可能状态差一些 这是很正常的 现在朱宇玲的变化 和办法还是不多 8比5 现在陈梦第三局领先三分 可以说收获得了女子世界杯的单打冠军 同时也获得了亚洲杯的单打冠军 陈梦呢也很有实力 他这个球呢在今年的巡回赛当中 8次进击决赛 8次参加比赛 5次进击单打的决赛 但陈梦今年呢 他有一个现象 就是逢这种运动会大型比赛 打得一般 今年全运会 代表山中队团体单打 成绩都不是太理想 15次进击 11次进击 11次进击 再次拿下了第三局的胜利 3比0领先于朱宇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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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兵 这才是注意两百区 这才是注意两百区 现在0比3落寿 对于朱玉琳来讲现在没有任何心理上的负担和包袱了 因为已经是落寿三局 当然我们也期待落寿的一方能够逆转比赛 使比赛更加精彩 好漂亮 所以这注意点这攻防转换一定要是攻防转换明显一些 所谓的明显就是在你防守当中寻找进攻的时候 下手一定要狠一点 你不能老想控制落点 老想上台上台 这样你的速度就会降慢 3 4 小宝贝 朱宇宁这个沉闷的这个发球啊 朱宇宁接的还是第一板接接完 第二板的衔接感觉还是跟不上这个想要自己的这种进攻的节奏 4 5 3 这球 以巧自巧 对 太妙了 这球 那朱宁灵来个节奏上的变化 陈梦刚想使上劲 一看这节奏上变化等了一下 所以今天根本的问题 就是朱宁灵的变化 他的这种各种手段轻重节奏的变化 在陈梦这已经完全起不到效果 刚才这个球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 4 6 No flash 4 6 那这乒乓球 你看我听着在场内啊 好像很多观众在喧哗 裁判刚刚也在说 这个一定要按你们 因为乒乓球呢 一个是这个摄像机的反光照相 一个就是怕大声喧哗 往前上 哦 漂亮 打到了直线 你看成本最后一把属于非常规处 像不到位的情况下 像最后一把是吧 像正常应该拉的 像这连续进攻 不到位的时候 只能拍一下 所以这就是临时处理的这种应变的能力 tamam 抓紧 抓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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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